一次一次 立着清爽的短头发穿着走文青风格 他是本来要参选原山乡议员的吴绍文 不过20号宜兰县选举委员会开议后 发现他不符合资格 原来宣言吴绍文在去年酒驾 擦撞到路边摩托车 被裁定三个月的一颗罚金还没有缴纳 所以才被拔除参选资格 来听一段稍早访问 他那个模糊地带应该是说是登记的那一天 还是资格审查那一天 因为我资格登记的那一天 我把所有的资料 包括保证金交上去的时候 也没有人提醒我说 是不是有这个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所以我可能就没有经验 而且不够小心 好我们可以听到吴绍文也是觉得蛮遗憾的 毕竟根据他转述 自己参选是想要降低原山乡的废票率 不过却因为自己的大意 没有办法继续在选举路上拼选票 他表示郑重道歉也真心认为 酒驾不好做了最坏的示范 而他事后也是有到地检署来缴纳罚还 这一天 希望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